很多人都在用Femora来剪辑影片 今天这期影片我就会教你 如何利用Femora来制作订阅按钮动画 你可以加入自己的元素 你可以使用自己喜欢的颜色 做出你专属的订阅按钮动画 hello大家好 欢迎欢迎我的频道 我是 Grayson 每周我都在这里分享社交媒体 网络创业 以及个人品牌打造的内容 如果你感兴趣这些内容 记得订阅我频道 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 就能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 如果你好奇 为什么今天我会选择 Femora这个剪辑软体 因为它是最符合新手要求 最容易上手的剪辑软体 如果你打算做YouTuber 你打算发影片 但是你还没有决定好 用哪一个剪辑软体 可以去看一下我的这部影片 在这部影片里面 我会解释为什么会推荐Femora这个剪辑软体 并且为什么我会认为 它是最适合新手的剪辑软体 那么现在我就展示给大家 如何利用Femora来制作订阅按钮动画 现在我们就来到Femora的界面 今天我们要制作的订阅按钮动画 你只需要制作一次 就能够运用到你今后制作的所有的影片里面 所以我们要用的就是绿色的背景 首先我们点击颜色样式 找到绿色背景 把它涂入到剪辑区里 在这里你可以调整它的时间 为了防止我们移动这个背景 我们可以把它先锁住 接下来我们要制作订阅按钮 我们选择红色这个背景 然后双击开始调整它的大小 你也可以移动到合适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选择加入文字 我们在搜索栏里面搜索Basics 为什么我们选择这个文字 是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特效或者是图片 你需要去掉 我们把它拖入到简直区里 然后我们可以双击 这里可以更改文字 在这里你还可以更改它的字型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调整它的大小 接下来我们开始做按钮的动画 我们要开始使用关键帧这个工具 我们双击这个红色背景 找到动画 再找到定制 我们可以把时间轴移动到一秒钟的位置 我们选择加入 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关键帧 然后再把时间轴移动到零秒钟的位置 把大小变成零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里就创建了一个关键帧 我们可以来播放一下 接下来我们做文字的动画 我们双击文字 找到高级选项 然后再找到动画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不同的文字动画 例如今天我选的这个动画 在这里你可以调整文字的动画时间 像这个黑色的区域 就是代表文字完全显示的时间 我可以调整文字进入的时间 也可以调整文字结束的时间 在完成后我们选择OK 接下来我们就要加入一个鼠标 我们可以谷歌搜索mouse cursor png 在这里就可以找到透明背景的鼠标png文件 现在我就导入了我的鼠标png文件 我们把它拖入到紧急区里 我们调整它的大小 接下来我们开始做鼠标的动画效果 首先我们的鼠标是在文字完全出现后才会出现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时间点做一个关键帧 我们双击鼠标文件 点击动画 这里找到特质 在这里选了加入 现在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关键帧 我们把时间轴往回拉一点 但是要保证在文字完全出现之后 然后我们移动鼠标的位置 把它移到画面之外 现在这里就出现了另外一个关键帧 我们来播放一下 现在我需要加入一个点击的感觉 所以它的路径是先变小 之后再变回原样 例如现在是先变小的状态 我们把大小先调整一下 然后是再变回原样的状态 现在我们来看看效果 现在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有个点击的感觉 接下来我们就要加入一个音效 让我们整个动画更有点击的感觉 现在我就导入了一个鼠标点击的音效 我们把它拖入到剪辑区里 移动到这里鼠标点击的位置 我们先来看看效果 现在我们来开始制作动画结束的效果 首先我们把时间轴移动到文字完全结束的时候 我们双击红色背景 点击加入一个关键帧 然后把时间轴移动到接近结束 让红色背景完全消失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效果 现在我们也需要让我们的鼠标离开画面 同样把时间轴移动到这个位置 点击加入 然后再把时间轴移动到这个位置 把鼠标移出画面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效果 在所有的完成之后 我们点击这里导出 现在我教大家在制作好刚才的订阅按钮动画之后 你如何去除掉那个绿色背景 现在我把订阅按钮动画移动到检视区里 因为我使用的是免费的版本 所以我导出的文件会有Firmar的水印 如果你升级成了付费版本 这个水印就会去除掉 我们双击这个文件 在视频底下 找到这个去除绿色背景的选项 我们选择OK 现在我们来播放一下 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绿色背景被去除掉了 如果你跟着我一步步做 相信你已经制作好了订阅按钮动画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Firmar的影片剪辑教程 可以去参考一下我的这个播放列表 在这个播放列表里面 我会介绍Firmar的界面、Firmar功能 并且它的基本剪辑操作 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Firmar的问题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